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在成都的人民南路 现在在我的左手边黄色这个门进去 就是四川省的人大会议厅 大家看一下 在外面看一下就好了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在这个会议厅的旁边 就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五星级酒店 是成都最早的五星级酒店 也是西南片区 就是中国西南片区 也是最早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 它的位置实际上真的就是 挨着这个人大会议厅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直接走过去 这个酒店的名字叫做锦江宾馆 听上去 现在听上去说宾馆这个是不是很小 但其实不然它是规模非常的大 而且标准非常高的一家很豪华的酒店 这是地铁口 大家看到了吗 地铁口的名字都是以锦江宾馆来命名的站名 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一栋楼就是锦江宾馆了 那后面的那几栋楼也都是它的 这是锦江宾馆的正景 有五颗星星啊 大家数 这肯定是我们四川话讲 绝对是只给的五颗星酒店啊 然后在锦江宾馆隔着一条人民南路 过去对面啊 也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酒店啊 它的名字叫做明山饭店 大家看 啊这个饭店也是个五星级的饭店啊 但是大家听这名字感觉好像比那个 锦江宾馆的名字要大气的多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地位远远不及我身后的这个锦江宾馆啊 现目前啊 在成都其实有很多新的酒店啊 比它的设施要更好 啊要更豪华 但是呢 地位是肯定跟这个这个地方是比不了的 而且这个酒店牛到什么程度 它在旁边居然都还有一个专门的牌子上面写了 我给大家简单的念一下啊 四川锦江宾馆始建于1958年 由朱德和陈毅两位老老帅 亲自选定了锦江这一馆名 看到了吗 还是很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网上查 这应该也是有资料的 能够住锦江宾馆的人非富极贵啊 以前都是这样的 当然现在只要给钱都能进去住 当然在现在2020年的成都看来啊 现在这个锦江宾馆的设施呢 其实是有一些老旧了啊 因为这个实际上大家看到的这个建筑啊 是2009年的时候 重新新建的 但是外观看上去都还是有一些旧了嘛 毕竟到现在也都十几年了 对吧 但是里面的设施是真的豪华 我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就不进去给大家拍了 只给大家拍一下门口就好了 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过来带大家看一个非常神奇的面馆啊 我去吃面去 所以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那个面馆到底有哪些神奇的地方 到了咱就知道了 我从刚刚的锦江宾馆地铁站的位置又走了大概一点几公里 然后来到了这条街叫做上池正街 这个位置其实交通很不方便啊 就是离地铁都有一点几公里 那走还是要走十几分钟 也没有直达的公交车 也没有其他的公共交通能到这里 所以基本上都要走大概一两公里的样子才能到 走这么远是为了啥呢 大家看前面的那个地方有很多人站在那里 那个就是面馆所在地了 还有这位直接就在这里吃 那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他具体牛在哪 来吧大家都看一下 这种老房子啊下面开的这种面馆 门口几乎没有桌子 都是自己端个板凳 然后把面放在另外一个板凳上直接就可以吃了 这种就直接是大马路的旁边 还有大马路的对面啊 这边这边坐不下了 这边坐不下了 然后都坐到这边来了 现在是中午的12点40多 所以也正是吃饭的时候啊 咱去点一碗 最出名的他那的面说是回锅肉啊 回锅肉面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 这是他面的价格 大碗15小碗12 回锅肉面 塑胶杂酱 这是调料 各种调料 好像没人生态 吃饭 排锅肉 这我也喝一个肉吗 打的 15 15吗 好 看一下 这是做料和汤 他们每天生意非常的好啊 这实际上店铺就这么点大 但是它外面全部都坐的是 我先去找个位置坐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这巷子自己都弄一个凳子啊 就在就在前面 可能还要得占位置 现在这个点不是特别的吃饭的正点啊 如果是正点的话这根本这也没位置的 来看一下这是洗碗的 这是自己搬凳子 然后自己占位置啊 如果你不占位置的话呢 你拿着面再去找位子就没有了 就没有地方给你坐 成都很多好吃的地方啊 很多好吃的店都是在这些地方的 给我发一个这种牌子上面写的有号 现在才念到六十多号啊 所以我还早 我得先去找个位置坐一下 好不容易我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位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周围的人都是什么状态 其实这里也不乏经常有一些人 会开着车专门跑几十公里来吃这一口面 真的一点也不夸张啊 虽然它的面只卖一碗十五块 我这大份到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全是肉 我点的这面是干拌的 配料拌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非常的有味道啊 当然你也可以让它做成有汤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汤的就没有这个这么好吃了吧 毕竟这就他们家招牌嘛 我们就吃他们家招牌原本该有的样子就好了 怎么说呢 我吃完给个评价吧 它那里面料还是很足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那种大片大片的那种回锅肉 还是可以的 它味道呢 其实偏四川啊 它本来就是成都自己原创的一种味道 它里面有青辣椒 那辣椒还是有点辣的 所以外地人的话 如果他不经常吃辣的 可能吃不吃不大习惯啊 而且它里面是放的有芝麻酱 所以呢整体感觉还是比较香的 还有就是我为了吃这碗面啊 实际上从我领到那个91号的号牌之后 开始算 那时间我大概是等了有38分钟 等的时间还是有点长啊 如果中午比较赶时间的像上班族的那种的话 他一定要早一点来 否则的话晚了就吃完之后 你上班就会迟到 像它这周围啊 这条街还是有其他的很多面馆 但是它的生意呢 就远不如那一家 怎么说呢 我反正是觉得这个地方 就属于成都最正统的街头美食文化了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吧 咱们下期见 拜拜